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我們來聊一下 最近又有一位天橋勇士抗議習近平了 從這起事件我們可以來對比一下 近期委內瑞拉發生的抗議事件 現在漸漸走向了革命 那為什麼委內瑞拉做得到而中國做不到呢? 昨天7月30號在湖南的新化縣 一座天橋上出現了這一幕 音響喇叭放著賣國賊習近平要民主要自由要選票 這不禁讓人家想起2022年10月份發生在兩會前的 北京士通橋勇士事件 而這位勇士他叫做彭仔粥 至今人去哪判了什麼罪 通通都不知道沒有報導 沒想到兩年不到的時間 距離北京遙遠的湖南小縣城 有人記得 那如果連遠在湖南的小縣城都有人知道的話 那到底還有多少中國人他是知道這是沒有表態呢? 2022年10月份 全世界基本上正常的國家都報導了 唯獨發生在自己國家境內的中國媒體沒有報導 還有北韓、俄羅斯、敘利亞、伊朗之外 通通其他國家都報導了 何其諷刺啊 而拍攝的民眾雖然不敢上前響應 但也很有默契的 沒有直接把這個人還在架設橫幅與音響的照片給放出來 你要知道在這個地方放個橫幅左右邊都要拉還要放音響 肯定會有很多人會知道提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看那個人在幹嘛 會去拍他 但他們沒有把這些照片公布出來 目前看到是沒有的 但這個對於中共來說 沒有太大的關係 你放不放跟我找不找得到人 沒有關聯 這個時候中國的監控就發揮他的效用了 失蹤兒童找不到 罵習近平的一天內馬上找得到 沒有任何的人跟中國媒體報導追蹤後續這個情況 連兩年前的四通橋勇士也沒有後續的情況 而更奇葩的是 中共國打算在未來 有可能推出所有在中國上網的人都要申請網號跟網證 未滿14歲的人需要監護人幫忙申請 而中共給出的理由是什麼呢 運用這個網號網證可以減少資料外線的風險 但是想想中共國前幾年陸陸續續推出的各種什麼 防詐騙App 手機等平台網路實名制之後 這種狀況是不是才越來越嚴重 它所謂的詐騙 而中國的政策一直以來都是頭痛一腳 那以後這條法若是通過了 因為現在在草案 那中國人民上網不僅需要翻牆之外 還要有上網證 網路實名制等等制度 以後會不會推出一個呼吸症 當然小粉紅若是沒有意見 我倒是非常樂見這種政策 畢竟我不是中國人 我不是你國公民啊 你都說我是中國人 中國台灣人 但是我受這個政策影響嗎 我不受這個政策影響啊 那你就要好好享受 買到爛尾樓啊 或是銀行的事情啊 匿名發文抱怨 分分鐘透過網證找到你 而這個比追蹤什麼IP來得更有效率 維權的出戶被黃碼了 那問題就來了 這個App怎麼知道哪些人要去河南抗議 如果當時連這種死健康碼都可以追蹤到你 那你說這個上網證上網號他有沒有其他可怕的用途 只要當權者他有這個需要 在司法沒有獨立的中國你認為中共做不做得到 除非你很相信他那這我沒有意見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委內瑞拉的例子來看 為什麼中國不能 為什麼委內瑞拉的人民在短短幾天內就可以號召大批的公民示威抗議 連部分的警察跟軍人都倒戈了 放下武器或是加入民眾 甚至去保護民眾 對吧 宣佈站在人民那一頭 即便沒有倒戈的 也對人民表示 我們只維持秩序 我們不會主動的去限制你們抗議 各地的商店 還有一些麵包工廠也都在發放食物 還有一名陸軍上尉 公開拍片表示 我將與人民站在一起 希望各軍隊同胞看到我拍的這條影片 你們也可以跟我一起站出來倒戈 結束現任總統 馬杜洛12年的獨裁統治 而這一次若沒有阻止成功 那就是這個獨裁總統 即將三連任 他將一路連任到2031年 而各地的民眾 還放倒了前任總統查維斯的同像 那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就是委內瑞拉這次的總統大選 在大選前 各民調與海外媒體機構都顯示 反對派聯盟的得票率將落在70% 遠遠勝過現任總統 但是這次的大選結果出來 出現了許多爭議 當然還有很多 所謂開票的爭議點 而最大的就是 第一時間 委內瑞拉政府 並沒有公佈總票數跟各得票數 當下 當時 只公佈了得票率 現任總統馬杜洛51%當選 進而引發人民不滿 當然過了3天5天7天之後 在公佈出來的得票數據他們已經有 夠多的時間可以去做手腳了 對吧 而現任總統馬杜洛並沒有要重啟調查 平民院 還指責一切都是西方跟美國的陰謀 甚至在剛剛的電視直播中大罵 馬斯克 沒有錯就是特斯拉那個馬斯克跟美國 而在人民抗議政府的期間 這個總統也派兵去鎮壓了 導致了這場遊行示威 有可能變成革命運動 一發不可說是 那根據我剛剛得到的消息 現任總統好像要逮捕反對派的主席 跟出來的競選者 而國際的反應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這張圖 中國跟俄國、伊朗、敘利亞之類的國家都是祝賀馬杜羅的 祝賀馬杜羅總統順利盛行連任 中委是相不支持的好朋友、好夥伴 而歐美多數陣營 甚至日本都是呼籲馬杜羅要重啟調查 連南美洲多國 都是要求馬杜羅要重新調查 與公佈所有的數據 委內瑞拉的人民做得到 為什麼中國人民做不到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委內瑞拉的經濟 委內瑞拉以前在南美洲是非常富裕的國家 直到了進兩任總統上台之後 每況愈下 而這兩任總統上台 政策都是偏往所謂的社會主義道路發展 除此之外他們還把石油國有化 而委內瑞拉當局 把90%的經濟壓在了石油上 在金融危機跟石油危機之後 委內瑞拉經濟開始大崩盤 瘋狂印鈔物價失控 通膨嚴重 例如買一隻雞要裝一個 行李箱的鈔票來買 而這一堆行李箱的錢 折合台幣將近70塊而已 而一個國家如果有天然豐富的資源 就有可能換上所謂的 荷蘭病 那通常是指過多的 單壓某出口自然資源 導致貨幣匯率上升 因而 藏著這個天然資源 你其他國內的產業就會蕭條 對吧 我就靠賣石油就好了 所以 我工業不做 我的製造業衰退 我的科技創新 不去做 我的AI不去做 我的各種對於人類創造未來前景性的那種創新 我通通不去做 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像是16到17世紀的西班牙 也有這種病喔 當時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洲發現大量的天然資源 銀礦之後 開始各種通膨啊 單壓銀礦啊 那有了錢怎麼辦 那就偉大復興啊 對外擴大戰爭啊 對外侵略啊 連年的戰爭 連年的這個 荷蘭病 最後 死在 大英帝國的戰船之下 當然同時代的明帝國經濟也深受銀礦的福禍相依 而委內瑞拉現任總統 馬杜羅他是個槍桿子軍人背景 當時人民以為選了他會改善各種亂象 沒想到 加速了委內瑞拉的崩解以及倒行逆施 而槍桿子背景的他肯定是不會在沒有槍桿子威脅他的情況下 妥協 或是下台 現如今的馬杜羅還是在 在搶美國害慘的委內瑞拉 我們委內瑞拉的經濟不好 一切都是美帝的陰謀 大家有沒有覺得 耳熟能響 大家要知道 委內瑞拉一直都是有石油鎮的 你的經濟不好問題是 你們想要搞類似社會主義路線 反西方 單壓石油經濟造成的 那為什麼中國不行 我們都知道 去年中國印鈔總和 超越了歐美國家總和 這個情況來說應該會通膨非常的誇張對吧 但是在中國卻發生了相反的結果 大部分的情況是 高級品中級品通縮 而民生物價上漲 所以為什麼中國的電動車都在 惡性的銷價競爭 還要靠中共印鈔的錢去補 而中國為什麼印了這麼多的鈔票 比委內瑞拉還要多 比美國還要多 卻沒有出現大通膨的狀況呢 那這些印出來的錢 跑去哪裡了 相對來說 委內瑞拉 他還是有基本的民主體制在對吧 起碼他有個全民選舉 那這個制度還可以讓反對黨 有被選舉權 以及宣傳肇事抗議的權利 你看今天 哪一個人要跟習近平競選 國家主席 然後他可以到 各省的省會去宣講 我上台之後我會推什麼政策 我想要跟西方國家 搞什麼關係 我們中國以後 近期要怎麼走 走哪一個產業更好 你覺得有可能會發生這件事情嗎 沒有 但委內瑞拉 他們可以有 所以這種條件來說 已經比中國 優越非常多了 對吧 你看昨天發生在湖南 抗議習近平的 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 因為中國多數人民知道 他們站出來 似乎是沒有用的 軍隊與公安 不可能站在 人民這邊 除非他們的蛋糕被動到非常嚴重 也不可能如同委內瑞拉那樣 軍人站出來倒閣 更重要的是 我身邊可能還有小粉 還有紅衛兵會出賣我 會舉報我 換取他自己在體制內的 重視或是升遷 那很多人想的是 我也知道 中國經濟不如10起20年前了 各種問題都在漸漸浮現 但如果 心腸比較壞的人 就會想 我能撈就撈 對吧 我寧願當一個 國富民窮的趙家人 我也不願意當一個 國窮民富的百姓 即便真的中共 自己把自己玩到死 那我薅來了這些錢 我可以去歐美享福啊 我不要為了中國的民主化改革 進一步努力 因為這下是要流血流汗的 我不要啊 我坐享其成就好 或許中國的經濟還沒有 像委內瑞拉這樣糟的程度 但這是時間的問題 因為中國人口 眾多 土地遼闊 不管這個國家 是進步的 或是退步的 都會比 小國來得久 小國家一旦出現了 經濟危機 或是經濟繁 我們非常快 以肉眼的速度就可以看見 這個國家在一兩年內 偉大復興 但是 中國這麼龐大的國家 他如果要偉大 可能要花個20年看到 他要衰敗 可能要花個20年 才會看到 真正衰敗的那個點 那很多人都說 中國人民 想都不用想了啦 他們沒救了 你看 大饑荒都產成如此了 他們出來推翻了嗎 而中共當時 在1959年到1962年還對海外援助了大批的糧食跟茅台 沒錯 我以前也是這樣認為的 但是我細細去找資料後發現 當時大饑荒年代 確實有不少抗議的民眾 戰三為王的民眾 集體去A10當地的領導 放糧 但同樣的 沒有槍桿子的軍權出來 幫他們維持這個體系 沒有幫他們出來 攻城掠地 導致他們 最終失敗 為什麼 因為當時大饑荒苦的是誰 是老百姓 是小粉紅 而趙家人 毛澤東 軍一代 跟他的家人 是沒有受到大饑荒的影響 毛澤東當時的別墅在大饑荒年代 可是一棟一棟的在中國各地蓋 那相較委內瑞拉與中國來看 中國 更極權 而委內瑞拉為什麼有一些軍人會倒戈呢 因為委內瑞拉的軍隊 對比中國來說 他是國家化的軍隊 而不是黨政軍 中國的軍隊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是中國共產黨 是中國共產黨 軍委主席的私有部隊 中國的軍隊並沒有國家化 所以在這種制度下 不可能靠下面的人民去推翻上面的 必須要有上面的某幾個高層 帶頭反叛最高的那位主席領導 當你發現多數的中國人民敢上街 抗議習近平 而這個趨勢看起來是 有飛速的成長或是 怎麼可能在中國有這種 規模抗議習近平的人潮 這個時候 你不用懷疑 後面的推手就是共產黨內部的 反習派的某些高層 其實8964跟白紙運動也是 不然前期不可能進展的 如此順利 對吧 我們可以發現 不管是8964 或是白紙運動 後期 反對當權派跟當權派 開閉門會議 互相妥協 達到了某些共識 那達到這些共識之後呢 我們就要收場了嘛 讓這個抗議的人民散了吧 那怎麼做呢 把這些反抗的人民當作 就棄子那樣 我看要鎮壓還是說要秋後 白紙運動就是被秋後 64我們就可以看出是被鎮壓的 所以在中國未來 如果有這種 反習 不反共的運動 大家就要斟酌一下囉 因為出問題的 不是習近平 而已 是他後面的體制 只是中國近期出現的 種種問題呀 都是在 胡溫時代 埋下的問題 在中美脫鉤 以及疫情之後 剛好 引爆在 在習近平身上 所以今天 換到這個 時代下的 不管是誰 坐上了習近平的位置 跟明朝末年的 寵征一樣 誰坐上了那個位置 你能做的是 加速 或是延緩 你做不到 解決 大時代所缺下 不可能靠一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 去改變 你先被種下來了 各種問題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蕭蕭 再見 掰掰